- 看到了Steve Knight來了一個高桿 七號球 那麼看起來八號球沒有辦法來攻擊現在畫面右上方的底袋 所以說八號球想辦法來做同一個代打進 好球 八號球薄球薄進 九號球的代口 九號球打進 這局當中由於Mekon-Evnan一開始衝球沒有球進 那麼也使得Steve Knight掌握住了一個相當好的機會 那麼九號球在攻擊的時候 Steve Knight忘了指定帶 不過觀眾朋友相當不滿意 因為這個球很明顯的是要來進攻九號球旁邊的那個底帶 那麽結果由於這個失誤呢使得剛剛這個九號球打進不算 九號球放到排球點上 然後母球在原來的位置 哇 這局對Steve Knight來講真的是受傷非常的大 結果現在在第一盤當中 Mekon-Evnan二比零領先了 我們稍微休息一會兒 七號球打進 九號球別忘了指定帶 Steve Knight 好的他就要指定帶 觀眾朋友好像也在提醒Steve Knight別忘了要指定帶 打進母球 停在中帶的帶口 追回來了一局一比四 這一次是相當成功的一個開球 進了三個球 那麼接下來的一局要輪回到Mekon-Evnan來衝球了 那麼在這個比賽當中 賽制上面的規定呢是兩位選手來交互開球 謝謝